歡迎大家回到動漫揮物第幾集? 三七六 三八七十六集第二節,今集我們介紹一些市面上的新書 不是出了很久,我們不是剛剛出的書,介紹一些新出沒來的漫畫 上節就講了三本,我們要講加速 是嗎?我想好像都南緣北設了三本,風格相差很遠 是呀,都相差很遠,接著進入第四本 第四本,今次要介紹的是此期正程的新作,Green Blood 他出了一年左右,現在出到第三期,此期正程就是少年反之七人,Rainbow 那個馬拉加 當時就有原作 這本新的Green Blood,他自己做完劇本的工作 故事發生在美國1865年,南北戰爭之後 林肯剛剛如是身亡的時候 在紐約的一條,好像是第六行政區 有一個地方叫Five Ponds 被譽為世界上最邪惡的貧民窟 當時就聚集了一班愛爾蘭人的新移民 當時來鄉別井,就是希望在美國沉默新生活的人 因為窮的關係,聚集了一些土匪的組織 當中有兩大組織,一個是Grave Decker,被掘墓者和鐵碟Iron Butterflies 而主角也是愛爾蘭人,屬於新移民的第二代 就是路克班茲和布萊特班茲 弟弟很討厭土匪 但有網友說故事開頭抄電影Gangs of New York抄得很厲害 因為沒有看Gangs of New York 對呀,哪個討論,兩立普討論 不要緊,哪個討論都不要緊 反正都沒有看,你講也沒有用 不好意思,描述一下 但他之後會離開Five Point這個地方 他頭一個章節就說 因為弟弟,路克很討厭這些作間泛科 或者屬於一個很正直的人 而哥哥表面上是一個頹廢,又沒有工作的青年 就靠弟弟羊 但其實哥哥在夜晚,暗地裡,不一定是夜晚 變成Bangman 有點像,他變身成為死神的殺手 他會用斬拍刀 斬拍刀 斬拍刀 對呀,他那把是槍型的刀 應該是槍和刀的混合體 槍劍 對呀,在槍的背後就是一把刀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四出去看這個掘墓者殺人 當中就周旋起妓女和土匪的國務者創辦人 有網友一聽到斬迪說弟弟,就想起冬地8.0 斬迪說弟弟,他們死得很慘 忠實聽眾,忠實聽眾 忠實聽眾 對呀,現在還沒有 吃糞便 吃糞便留給成龍 他那個臂子 你怎知道他是不是吃完了 對呀 他就 他就 初期就說兩兄弟怎樣去對抗這兩幫 就是土匪的 你當土匪的黑社會,簡單來說 的壓榨,他們怎樣在當中求生存 約沒有兩期左右,說了兩期就 就漸漸揭開原來 原來他們的父親 這個 爸爸叫什麼名字 Edward King 愛德華經 其實都 原來都是跟這個掘墓者 是 這個組織有關的 就突然間在這個兩大黑幫大火拼的時候 就出現 就 去到 第三期的時候 就開始 展開了這個 兩兄弟去追殺這個爸爸的旅程 被國大冒險 但是 為什麼叫做Green Blood 其實還沒說 沒說的 我覺得 那些畫漂亮了 是嗎 是又再進了一步 不過可能因為有條節 他上一次是寫 其實都是超和中期的 還是超和前期 即是那班 二戰後 一九五幾年 十年之後 即是超和中期的時間 他是做了那種古風出來 即是那些人是沒有那麼時尚 而這一套 我不知道那個年代是哪一個 南北置身之後 那一八幾幾年 一八六五年 就是剛剛說 林肯遇事無奈 即是他那個 那個 我覺得他畫鬼佬 好像 反而再型 一點 即是比他在《少聯反之七人》的畫工 是嗎 即是這個感覺 整體的氣氛都 其實《少聯反之七人》我自己都很喜歡 但這套《Green Blood》 我就這樣立他的分鏡 其實看得都頗舒服 而且 那些人的表情 他營造的氣勢 都會營造得很好 因為這個故事 我就未具體看 我就不評論 或者我們接下來 可能有機會 詳細看過這一套書 分拆上市 所有書都分拆上市 其實今集是廣告雜誌 洞廢廣告雜誌 你今天聽到我們說了些什麼 即是接下來 我們剛才說十一本書 那你知道 三個月有些什麼課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也不會每一本都長說 就是這樣 怎樣了?還有什麼長解釋? 細花就說 因為他都有看 所以他就說 其實服飾都很貼近那個年代 應該是做了很多電影參考 是的 是的 我已經說了 吸引之處 大家 其實我覺得他 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的畫面 已經 純屬過 我覺得純屬過少聯犯 因為少聯犯有時都亂 但是他這次就相對比較 就是 畫面是清晰很多 沒有了一些很混亂的構圖 是的 就是這樣 接下來 繼續 那就是我買的 大冒險家 那就不是說《歌人報》 是說《怪盧》 是劉德華的 是說《成龍》 不是《成龍》嗎? 劉華 大冒險家是劉華 還是劉青雲 劉青雲是大整股王 他是說《怪盜羅賓》 很明顯有原作 原作就是《阿森羅賓》 原作就是《阿森羅賓》 原作就是《莫里斯盧布朗》 這本書的 他其實是改編新譯《阿森羅賓》 可以理解為 因為我真的沒有看過《阿森羅賓》 我不知道他原著是怎樣 但我聽說他真的跟原著來寫的 《阿森羅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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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說我的故事 為什麼 你不要說我的故事 不用長說 他的封面 講完的就是大冒險家 他的封面其實很漂亮 我也同意 插進去就好像差不多 但最少他的封面畫漂亮 其實不是的 老實說 我們上次做活命判官的時候 都對主角的批判量很高 你覺得你批判他 只是因為他跟某一個 你最近很討厭的香港漫畫家 不是 他畫得很難 他那時候的仁切是很肉酸的 我覺得他手樣 我簡直覺得 本身的設定也很肉酸 最初說活命判官 這是個人看法 但阿森羅賓是一個型的人 其實這個故事 也都好像剛才這樣說 好像剛才沒有說 其實他是一個 大冒險家 在法國發生的故事 阿森羅賓 其實阿森羅賓 應該是一戰之前的事 應該是一戰之前的事 但他的角色其實是很有仁義 他是福爾摩斯齊銘的 被設定為 甚至乎在原作那裏 作家就直接把福爾摩斯 畫進去對決 當然 阿森羅賓當然是不妥 想用足球射 阿森羅賓當然是不妥 真的想告他 阿森羅賓 阿森羅賓是一個英國人 所以他只是高Q大滾了一整個鐘 阿森羅賓 即是這個就是 現在的金田一Crossover 阿森羅賓 因為他沒有問過人 因為他真的就這樣 把他們寫下去 於是他在小說裡 他都把福爾摩斯的名字 不是叫福爾摩斯 但看上去是福爾摩斯 不是叫Sherlock Sher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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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像乖道 其實不像的 他主要不是偷東西 我也是覺得 他主要是查案 這個 他給我感覺好像是 因為他這裏有德王 威廉二世 很明顯都是 一戰之前 其實 我之前看過一本書 講世界監獄的囚犯 好像其中一個法國的監獄 就是 被阿森羅賓引用了 就是把他運進去 巴士坦 巴士坦三陸 就運了他進去 其實過程是很緊張的 包括 怎樣去 避過警察去查他 然後 要說他怎樣逃獄 中間其實玩巧都玩得很高明 但是他也不會很瘋狂 或者很誇張 我最初看大冒險家這個故事 我會以為是一些尋寶 國人報 很多是Aventures 但是其實他這個 國人報是航海 冒險當然是Indiana Jones 那類 或者是Nuffy Aventures 你真的覺得路飛 是 海盜 海盜也可以冒險 你們不要這麼狡猾 我先看名字 我以為是這個 八十六環遊世界 我看來 喜歡去探險那些人 但其實他就是講了一個怪盜的故事 其實寫得挺好的 不過這本書如果大家想買 是有一個好處的 他不捨得長 因為看來日本已經很慘了 很慘 出五六期左右 上次也是這樣 太陽珠九也都說 沒有看過原著 直接看這一本 就覺得 劇情跳得很奇怪 有時候看兩三次才明白 不過上庭那段 就最好看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 其實就是第一期 我想因為小說 你轉做漫畫 當然是有阿森田送他 公留一點不夠 那些小說 特別是扭招 你會用文字 寫出來會比較清楚 如果你畫出來 如果你填太多字 就會變成天下的書 即是變成一本小說 天下的書 是多字小說 對不起 因為這個證實了 他改編小說的字 可以多於小食室 所以就 買不買就 看看 如果你喜歡原著就買 看看 如果 喜歡原著 為什麼不買原著 我想很難 沒有人看過原著 沒有人看過原著 阿森羅平 我小學的時候已經借書看 不過是因為我借書看 我覺得不多 我意思是 如果 可能會去到馬遜那本 月光的怪道 看不到 開新年再 不過如果 當 因為我買這本 真的當 又不想看那麼多字 即是當認識一個 明道 明人物 雞明狗道 這樣也不錯 其實 我只看一旗 我也同意網友的那段評語 就是 上庭那段 我不會覺得 只是好看 是精彩 是刺激的 他逃獄 他怎麼 跑了出來 又回去 但怎樣騙過警衛 有一個專門追他的警探 又怎樣 然後又說 不上庭 然後又可以 唐而王之 出來 那段很精彩 對 那段很精彩 接下來 我們介紹四本 同一家公司出的書 分別 其實都是 包括就是 其實主要就是兩個作者 包括是什麼 包括就是 北條詩的 Angel Heart Second Season 北條詩原作的 Cas Oil 有個 有個 懂日文的人讀就最好了 是 是 Cas Oil 另外 就是 袁哲夫的戰鬥之子 以及 袁哲夫原作 劇本是叫做 剛才Cas Eyes那個 劇本是 中木黑Sakura 另外就是 袁哲夫原作 現在被人用來改編 用來玩的 DD北斗之拳 四本書 如果這樣的排名 應該都是出自同一家公司 明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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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新潮社 還是承諾了 他們的新潮社 應該是 NSP NSP 是啊 那 這四本書 讓我稍微介紹 天使之心 第二季 其實 現在 由第一期出 其實就是因為這間公司 其實是 因為原本是新潮社 現在他們轉了 他們那本 雜誌就是SANNON 所以就轉了公司 所以就轉了公司 那 原本是月刊 是啊 是月刊 所以 其實 Angel Heart Second Season 他的第一話 其實就緊接著 Angel Heart的 第一回 即第一 第一部 的 最後一回 其實你可以當作三百四十幾期 繼續看下去 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 Angel Heart 我就斷了一段時間 去到十六期 我就沒有再買 現在回看的話 反而我 再調節那個心情 因為 用回 將會做 老爸的心情 可能 因為 你最初 看AH 你會覺得 總是格格不入 因為 你想到猛波 你就想起 City Hunter City Hunter 是要搞笑 刺激 是少年 但是 Angel Heart 你會覺得 其實他有一些 青年 馬馬華華以上 因為你是說 爸爸的心態 雖然他用了 阿香 那個 來做女主角 多一些 年輕的味道 但其實他多說 父女 兩父女之間的關係 當時 是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適合 難以調節 一兩個風格差太遠 雖然中間 你不是不認識 北條斯 嚴阳少女 F Combo 他已經在轉 但是 當他變回 做猛波 你依然會覺得 其實 不是那個人 你不覺得那個人 是猛波 我心目中的 猛波 可能還是成龍 或是留得話 怎麼知道已經變成了 你爸爸 對 你會 一時間 你會接受不到 那個改變 我最初看 AH就是接受不到 這個改變 但是 隨著 那個 你 到你AH second season 你再看到 你就會 自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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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是 都OK 那 只要你調節得到 其實他那些 你就當作看真情 我就會覺得 好像看真情 對 就是 就是這樣 一邊看 你就一邊想著 這些音樂 在耳邊 但是你要 很有 是有聽覺的效果 你要把 孟波 流單 不是孟波 然後 然後 他的女兒 就是 誰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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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情的 前傳 是最佳拍檔 那 沒所謂 但是 你 對 劉單 是最佳拍檔 一定是刺激 就是 那種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 當我調節了 其實 我覺得 是 我想繼續看下去 只不過 我看到 另一班人的 不是刺激的生活 而是這班人的平常生活 原來 晚餐會吃早餐 對 會是這樣 我會覺得是這樣 所以 這些是老餅計劃 所以 不適合年輕人看 完全是老餅 老餅才適合看 所以我沒有看 所以 我會看 你搶了他的對白 沒有所謂的 沒有所謂的 就是 這些 你漫畫當然有不同年齡的層 我給你們 就是 不同階層 我們這些是混蛋 你們這些 終極的混蛋 是不同階層 看的就自然不同 是吧 然後 另外 所以這本 沒有說 雷不雷的 只是你的心態 對不對 上一集 很多都是不好看的 這次 屬於 口味的問題 雷不雷單常都可以看畫功 我都依然覺得是 北條絲 同樣比起 同期的兩個大師 袁志夫其實退步得很厲害 沒有辦法 袁志夫 當然我明白 他是因為他的眼睛有問題 所以 但北條絲 無論是掌握人體的比例 衣服的質感 還有動作 他都依然是 補刀未老 簡單來說 甚至我覺得他圓滑了 我覺得簡單來說 封面看到的 裡面都是差不多 即是沒有對封面 對 所差無期 其實我覺得他為何說 Android最單純的目的 我覺得他只想繼續 找回子緣 就是F Combo 因為他自己說 他很喜歡這個角色 而且 我想 畢竟他 都要運吃 所以找回一些 引氣的人出來 但是 他又想寫 F Combo 當然 F Combo 即是F Combo 的劇情 加 City Under 就有搞頭了 即是 沒有了 雪林高富家唱了一套 你說有沒有得想呢 他覺得有得想 就是這樣 另外 有另外一套 就是 復刻的 就是 Cats Eye的復刻 之前就是 來生 和 耳家姐 是主角的 現在改了 其實以來生 愛做主角 雖然 是闊別了25年的作品 但是在他們的時間裏 只是過了兩年 阿愛 由高中生變成大學生 我覺得 其實有網友有說過 我剛剛出了這張圖的時候 在Facebook Group 就說 不行 掌握不了 那我就覺得 其實勉強他都拿到一些 Cats Eye 但我忘記了了 因為太久了 即是那個Post 可能是他覺得 真的當是同仁這樣看 那些畫不行 那些畫就真的 其實呢 阿愛 在他這個作品裏面 是完全不像遠主阿愛的 因為遠主阿愛 是衛鄉這樣的樣子 但是 很難扮 不是扮不扮的問題 你都要 現在連髮型都不像 整個人不同了 不是他單純 再更新的現在的少女 現在的少女 和Fashion 你不能放在80個角落 不是呀 因為其實你 內生童和內生類 是沒有改變的 那為什麼沒有改變過呢 是因為 他們的character 是可以持久的 即是長髮 成熟 美女 和長曲髮 然後成熟 者貴 對呀 這樣都是一個 同級 即是沒有什麼變化 我看完第一期 他掌握得到 Cats I的焦點 行俠仗義 在這裏 在這裏 溫情 都在這裏 溫情的家庭 其實他都在這裏 其實Cats I都講家庭 比如三姐妹 然後晉夫 和內生童 大家姐姐 阿呂 那個關係 其實他都在講家庭 其實這裏 他都會講比較多 也有很多親情 有趣的地方 所以其實 又是 如果想 懷緬一下的話 其實這裏都是 好的作品 其實有點像 你當是新駐 即是 借一些 這個 潮了的一個 不是新駐來的嗎 即是 不是 完全 後的 story 還不完全是新駐 新駐可能有一種remake的感覺 OKOK 那他這個其實 警察有沒有出回來的 警察男朋友 可以講到那些故事 在裏面 而這裏就講阿愛 和一個記者 而這個記者 其實以前曾經見證過 Cats I其實是正義的 所以他會幫他的 這樣的一種關係 就沒有了 以前晉夫和阿彤那種錯摸 即是一個要抓他 一個就要避開他 故事 那 唯獨是 阿 作者 其實最初是希望可以 性感一點點的 但是 袁智夫看完之後 就覺得 又不可以 北條絲 sorry 袁智夫我平時的畫 多數都是 那些人只是上半衣 身無衣 他一看 蒙茶茶 哈哈 是的 原本他是想設計到 最初一些服飾 就是 露池妝 短裙 加緊身 可能要當黑師 但是 就 太明顯了 作為一個賊 是的 所以 是一個賊的樣子 最初那個 北條絲的性感 不是小報 他真的 那 事實上 作者自己也說 如果沒有北條絲 老師那種迫力的掃描力 其實100%還不出 他穿了緊身衣服的 那種玲瓏浮凸 所以 最初就是 就是這樣設計 希望賣龍少少性感 但是 很明顯是不行 其實這種設計 原本是以賽車女郎的 藍本為設計 最後 北條絲 給了一些意見 於是 就 否決了他最初的設計 變成 現在 其實也有少少肉 但是 賣少少肉 但是 依然是一套緊身衣 我想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即是 如果你 沒有了緊身衣 這個 元素的話 其實很難接受 是 是 很難接受 是 我會覺得是這樣 即是 你會變成 是 接下來 再講一本 在這節完之前 講這個 戰鬥之旨 袁哲夫的戰鬥之旨 積田三郎 順掌轉 其實香港 廣版就出到第二期 沒有的 這個就真的 完全是 程義傑 因為你是 袁哲夫的 粉絲 你反轉了兩個 我也是 北條絲的粉絲 原作 作不圓聲望 即是他有小說 還是怎樣 不是小說 應該是幫他作故事 OK 那 有 所以 因為 袁哲夫自己一直都說 其實他都需要人幫他寫故事 最好 而這個故事 其實 聽名字就知道了 就是 信長怎樣長大 頭兩期都是說 他怎樣 偽高人膽大 少年信長 還有怎樣去 開發一些新的戰術 如果對戰國時代有興趣 因為很多書 其實 如果說戰國史 香港有出過的漫畫作品 很多時候都已經說到信長是 霸王 已經是一個魔王 反而比較少說他 幼年或童年時期 因為他在第二期剛剛說他成人禮 怎樣說他 尾掌的傻瓜 那段時間 都很有趣 你會知道 這個 各人 因為很多書 包括他自己的 《戰惡三部曲》 都說到 其實 信長長長大了 那時候就跟他說 我要做大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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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一類 所以其實這本書 其實你就不需要太期待他的畫功 因為剛才提過 其實袁子虎因為眼睛有事 所以他的畫風其實就 退步得很重要 不過 差不多太多 其實你提到北斗之權 去到 其實倉典之權 已經是 退步了 當然我講的退步 不是退步到極限 不過 第二期有個驚喜 就是我見到 史上畫得最型的金村議員 誰是金村議員 最型的那個 這個嗎 這個嗎 嘩 是 當我一看 其實他那種感覺 有點像 你當見到 阿信 即是北斗之權的阿信 北斗之權的阿信 那種感覺 當我一見到 因為他說 他跟 故事講到 他 接下來會有些陰謀 這樣 跟著就跟他一個 叫做 叫做 那個叫什麼 不懂得怎麼說 是一些 智囊 智囊人物 在跟他聊天 然後就開始準備出他 你已經猜到他一定會是一個 帥仔 但誰不知 你一看他 就會見到 完全是一個 即是 即是 剛才說了 北斗之權 人外的帥仔 非常之帥仔 那其實 金村議員 一戳那麼差 光榮畫到他這樣 哈哈 哈哈 箭巴是狡猾的 箭巴他 都不帥仔 箭巴 我沒有記住 箭巴 光榮他都不帥仔 箭巴是一個中原某配音的 記之中 不過 都不是的 但是到這個地步 是真的 是 很少見 因為 其實 史實裡面的金村議員 就不是 差到這樣的 是 大家只記得他 被人用幾百兵炒了 而已 但是 都沒有說過他是一個 美型的角色 就是他現在 完全是一個 化了能劇裝 聽說 因為 大家見過金村議員 光榮那隻 都知道他化妝的女人 化妝 其實好像說 在那時候 這種是一種 高貴的 要高級的人 都潮 都潮 所以其實他這個 反而是跟得足一點的 如果按照 Tim你這個說法 就是他化到 其實是一個很濃的妝 是一個 美型的角色 我是很意外 我看下去 因為我沒有看風底的 就算看了風底 你也猜不到這個是誰 老實說 但一直揭露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尤其是他一開始 張開眼睛 發光 你熟悉 袁哲夫 你就知道 他一定是一個美型 會不會在信長 遇到木下秀吉 那段 就是拳王類的 未必 因為有機會 其實秀吉已經出場 但是他沒有說 這個就是秀吉 因為你知道 其實秀吉不斷改名 他可能說他以前 有另一個名字 你不說出來 因為他這裡 已經說有一隻狗 有一隻猴子 所以你就 不可以完全保證 那個猴子 就不是木下騰吉郎 甚至乎 他改到這裡 他有一個叫阿犬 犬猿 犬猿 犬 犬 他會不會是 將來的心難軟 現在是一個 肥得好像一隻球 那樣的人 他會不會是因為 維持著 訓練到最後 變成一個 很帥仔的 對 你又不敢包 他中間可能就是透過這樣 去玩一些東西 那就可能很有趣 就是 你會 給你一種感覺就是 他好像有一些東西 會顛覆了 但是他又不會完全脫離了 這個 大家認識的 那個戰國的歷史 會是這樣的 會是這樣的 跟這個霸在道理一樣 霸就完全脫離了中國的歷史 我們完全不覺得那個是 那個是 你說火鳳我也算 你信不信大喬和小喬是 是基督教徒 我還怕你跟我說是男人 你信不信是女人 你信不信是女人 那有機會 還可以相信 我不信 對不起 OK 第二節就到這裡為止 稍後回來繼續 入實驗室 按新書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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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以前的照片 每一個被子